說到牛的料理 不外乎是各種西方的牛排餐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牛還能變出什麼樣的花樣 我現在手上拿的是兩間 最有名的飛彈牛壽司 我現在要吃的是八百元的這一家 整個吃起來是那種QQ 然後那個肉滋味會噴出來的那種 連牛做成壽司都還可以噴汁 來看看另外一家有沒有比較厲害 我覺得九百元這家更厲害 比起這一家是嫩到入口即化那種 盛產飛彈牛壽司的地方 正是日本高山市 這裡的牛是上選的黑毛和牛 肉汁非美 因此在這一代有非常多的飛彈牛料理 這邊是高山的老街 這邊跟京都的那些街道不太一樣 這邊幾乎都是餐廳 高山飛陀的距由小京都之稱 走在充滿江戶味的老街上 可以看到很多遊客 目著這裡特色風情和美食而來 除此之外 還有著名的高山溫泉 在台灣我泡溫泉的狀況 是我通常泡五分鐘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好熱好熱 然後我就會去泡冷泉 然後再交替泡 但這邊就不用 我覺得 你真的是可以坐在這邊 四五十分鐘 可以在雪中舒服的泡著露天風呂 簡直是人生一大爽事 還可以學一下全面啟動 只要從名古屋搭乘JR特輯列車 三個小時之內 就可以到達高山車站 欣賞這裡的傳統建築 還可以品嘗特色美食 跟享受溫泉風呂 千萬不要點上面這個牛 不然看了沒辦法出國很痛苦 也千萬不要點這個播放連結 因為看了你就會花錢買機票 不要點